接下来的话,其他题目请各位再练习一下 再来的话,我们要解这个问题 其实主要用REPT加LEN来做 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这边 要把这三个串在一起放在这里的话 当然前面要需要09,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09的文字 所以09 前后一定要加双以后 后面要串什么呢? 串这个储存格,所以用AND符号 AND AND什么呢?AND这一个 F4 然后打个勾 其实你会发现0911就出来了 然后后面还要串什么呢? AND一个-的符号 然后其实我建议 当然你一次 不用一次打完 如果你觉得没把握,没关系 你就先打一部分一部分先打勾 看一下我OK 最怕就有些同学 从头打到我错了 打勾 不知道哪里错 那你打了一串之后,回头要找麻烦 找问题可能比较麻烦一些些 OK,所以 再来后面0911 然后一个084 对没有? 所以我们已经做到这边了 这个公式等于这个结果 084要什么做呢? 其实这边可能要把它拆成两半 一半是什么?前面部分是加几个0 后面部分是再把80放过来 所以我们的逻辑下,后面就是AND AND什么?重复几个0 重复 所以重复什么?REPT 所以我是建议用打的好了,REPT 牵瓜阿虎 其实也是会跳出来 REPT牵瓜阿虎 他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要重复什么?文字 我要重复0 特别是要逗点 这要自己打一下 NUMBERTIES 重复几次? 重复的次数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里面的次数有关 也就是说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我们可以用3 减掉什么呢? 他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他里面有两个字的话 3减掉2就一个 所以重复一个0 如果他里面一个字的话 3减到1 两个字 那就重复两个0 如果0个的话 那三个 那意思是被推 如果3减到30 那就不重复 应该可以懂二何级 所以后面加一个LEAN 前刮壶 OK 然后呢 点一下这里 用LEAN帮我算一下 LEAN帮我算什么? 算G4里面有几个字 后刮壶 好 这个时候的话 3减掉2 那就从 记得最后再补一个后刮壶 因为你这边有前刮壶 就有个后刮壶 好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 打个勾看看 0就出来了 重复一个0 但是 84再把它串过 就是END 再把84 放到后面 打个勾 084 有没有 那 这个做完之后 当然还有7这个字 可是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的逻辑 跟这个逻辑 一一 基本上要一样 所以 比较聪明的办法 直接把 这边的公式怎么样 复制 负制 贴到后面 改 G4 变越G4 比较好 只是说你要特别追 你要从哪边复制贴到哪里 这个可能要很清楚 因为后面一定要END 所以 我们就从哪里 从这个END 开始 放到后面 一定要END 然后 减要不要 减要 所以就从这边 F4 后面END 一直到后面 把它复制一下 贴到我后面来 把这个G4 改成H4 把G4 改成H4 打个勾 OK 这样子 就大功告 点两下 全部完成 OK 那 应该没问题吧 只是说可能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REPT OK 然后 另外的话记得 因为最后 向下填满 除了你可以点这个空点 向下拉 我是教各位 这个空点快点两下 它也会瞬间全部填满下去 这应该大部分同学都会 不过我发现之前有同学 你怎么做的 我才知道原来它不会 点两下 自动填满 OK 这个是方法一 可是问题来了 好像这个方法 你看看有点绕 然后绕一大圈了 有没有比较快一点的方法 另外有一个函数 就是 我就格式化就好了 比如说我里面呢 要三个零 就三嘛 那我就用什么 用格式化的函数 那 跟他讲说 我就是要三个字 如果没有三个字 你就自动 帮我补零就可以了 特别是 那个函数 叫做插入环数 叫做插入环数 文字类 文字类 里面也可以叫做什么 TEST TEST OK 那它就怎么样 帮你把指定的那个 就是formate 就是你的资料给它之后 逗点 后面只要给它一个formate test 就是你要格式化成什么样的结果 它就帮你什么 其实后面有叙述 将数字转换成文字 所以 格式化的结果 就会是文字 OK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只是要怎么做 其实它这个格式化 跟什么有关系 跟有一个功能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就是 这个假设 这 这两个儲存格 我要把它变成三嘛 就是 没有三嘛 就补零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先选取这两个儲存 按右键有个儲存格格式 其实 TEST 跟这个儲存格式 这个基本上是完全match 按右键儲存格式 格式做什么事呢 我只要 在这个制定 特别是 这边有个通用格式预设 改成制定 制定里面 你会发现底下很多格式 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其实 它如果要三嘛 你就给它0,0,0 按确定 按确定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变 084 007 但是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如果按右键儲存格式 它改变的只是表面 他没有真的帮你把里面知道 为什么我知道 你由不要放上去 你会发现 他真实里面的诗粮 这表面 真实还是巴士 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真的帮你把它改成三码 那问题来了 如果你将来希望 可以真的把它改成三码的话 那你只要记得一个函数叫Tes Tes 函数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好用 很多人不会Tes 函数 真的很多地方的结果是做不出来 有哪些地方 大家会举例 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刚刚的这个 这个先做出来 我们待会再看Tes 画面先画给各位 那这个公式 云端白板上面 我有把我刚刚打的公式 要放在云端白板的第三页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可以到云端白板上面 可以参考我刚刚打的公式